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眼光高 要求高 而且就算你掏心掏肺地对她好 也不一定能让她动心 听到他们这样说 我就在想 真的是女人太难追了吗 可是结合身边的人的经历 我发现并不是女人越来越难追了 而是男人追女人的方式 几乎都是老一套 没有什么新意 在男人看来 只要自己的所作所为 能够打动女人的心 就有足够的把握征服女人 让女人对自己死心塌地 可男人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快餐式爱情盛行的时代 并不是说几句甜言蜜语 送上几朵鲜艳的玫瑰花 就能让女人心动 人们都说 女人是感性的 要是放在以前 女人确实很容易被男人的甜言蜜语 还是山盟所感动 但现如今 我喜欢你 我爱你这些词 都太容易说出口 如果你不用点心 还是和其他人一样 刚认识没多久 就想要俘获女人的心 只会以失败告终 当然有些男人会觉得 征服女人就是讨好她 取悦她 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殊不知 如果女人对你没感觉 也没有打算和你交往 那么你的给予和付出 只会成为女人的负担 甚至女人还有可能会因为你的穷追不舍 而感到困扰 为了能摆脱你的纠缠 迅速和你撇清关系 保持距离 到那个时候 你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男人要明白 征服女人的最佳方式 不是对她好 而是慢一点 一 太着急表达自己的心意 容易让对方反感 不知道你的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很多男人稍微对一个女人有意思 就会迫不及待的 想要抓紧机会下手 可是结果呢 不是被女人狠狠的拒绝 就是在一起没多久就分手了 此外还有一些男人 谈恋爱只不过是为了摆脱 单身狗的标签 在一些聚会或是活动上 一旦看到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 就会上前搭讪 想要吸引女人的注意 殊不知看到这样的男人 女人第一时间就会提高警惕 与男人保持距离 可见男人若是带着目的去接近一个女人 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前不久 身边的一位朋友 加了一个男人的微信 两人一开始聊得还挺好 可是一个星期不到 朋友就生气的把男人拉黑删除了 当我们问及原有 朋友说才一个星期不到就表白 一看就不是真心的 根本没有继续聊天的必要 所以说男人之所以觉得女人难追 并不是女人不给机会 而是他们没有抓住机会 才刚认识没多久 都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对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着急的表明心意 没有一点诚意 又怎么可能征服女人 二感情要慢慢的培养 在相处中多表现自己 感情这种事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着急 你不能单凭第一眼 就认定自己是真心喜欢一个人 如果你急急忙忙的 想要与对方建立关系 女人感受不到你的真诚 就算你是真心实意的 女人也可能会毫不犹豫的拒绝 所以想要征服女人 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感情 你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她 就要求她也喜欢你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就算勉强在一起了 也不可能走到最后 所以在你表明自己心意之前 你要多找机会和她单独相处 比如邀请她吃一顿饭 看一场电影 闲暇时约她一起散散步 谈谈心 总之 你要尽可能地表现自己 给予她温柔和体贴 不着急让她给予回应 让她看到你与别人的不同 当你们之间经历的事情越多 对彼此也越来越了解 她自然会被你征服 你们也会顺其自然地走到一起 很多人都希望 能够和喜欢的人谈一场 一见钟情的恋爱 但说实话 相比一见钟情 日久生情才能更长久 感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想要征服一个女人 付出行动的同时 你还要有耐心 你不能因为自己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 就迫切地希望女人能给予你回应 感情讲究的是细水长流 只要你拿出足够的诚意 慢慢地等待 终有一日 你的努力不会白费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